好,那么什么GQuery动画呢? GQuery动画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类似于我们这个,类似于我们4S3里面学的那个animation,那个transition动画。 transition动画是你把这个,这个样式什么,改了,是吧? 就是下一个状态和上一个状态的这个样式不一样,是吧? 它们这些是不是就可以生成动画,是这样子吧? 那么的话,我们这个animation,这个GQuery里面animation这个方法就是做动画的。 就是说它可以在什么呢?改变的属性上面做动画,改变的属性。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宽和高吧,是吧? 宽和高,做动画。 好,那么的话,写法的话就类似于我们的,跟字典一样的,也是在里面写。 写的时候可以做动画。 那么可以设置很多个属性,是吧? 那么刚才我们那个Fade in,Fade out那些东西实际上也是它里面的什么透明度的动画,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实现,animate。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nimate动画是怎么做的,是吧? 好,这个动画的话,那么和这个,和我们写s,那个属性是一样的啊,跟s的属性一样写,只不过它可以做动画,是吧?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013,这个animate动画啊。 好,animate动画。 没有后阶名是吧? 好,这个,电,HTML。 还不行? 这个可能要重新建啊,重新建一下。 好,再来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啊。 有了,是吧? 好,那么先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JQuery引进来,是吧? S,R,C等于这个,J,S里面这个JQuery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做这个盒子的动画吧,比如说这个box,是吧? 这个盒子的动画啊。 那么这个盒子的话,先给它一点样式,比如说这个盒子啊。 这个盒子的话,然后是它的这个box啊。 比如说它的宽是什么呢? 100px啊。 好,高度是100,100px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背景色。 背景色给它来个gold,是吧? 来个gold啊。 好,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好,怎么做到动画呢? 那么就是再写JS吧? 写JS啊。 好。 呃,首先我要获取它,是吧? 获取它是一样的,是吧? 先来,怎么来写一个ready吧? 写个ready啊。 好,function,是吧? function啊。 然后是先把它获取到,是吧? 如果我直接做到动画的话,可以直接把它获取到,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多了吧? 多了啊。多了,然后是点,包括是吧? 好,这动画怎么做呢? 跟我们的4SX这个写法是一样的,是吧? 4SX写法,像比如说我想设置它的样式的话,可以直接这么写,是吧? 比如说是设置它的宽度,是吧? 宽度,宽度比如说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什么呢? 它是180,来个200px,是这样的啊? 好,这么写,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想设置这个东西,我们想做这个东西的动画,是吧? 那么就写什么呢?这个里面写animate,是吧? animate,这样子,是吧?animate啊。 好,这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从这个什么呢? 宽度从原来的什么?100变成200吧,是吧?200啊。 好,那你这么写的话,如果带单位的话,记得什么呢? 要加这个,这样写,是吧? 如果你可以什么,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可以容错了,如果你可以直接写这个200也可以,这么写也行,是吧? 可以这么写啊,好。 好,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是吧? 这个是不是把它变成了200啊,是吧?200啊。 好,来。 是变成200啊,是吧? 好,看一下,是吧? 是不是直接变成200啊?太快了,是吧? 好,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写,是吧? 用个按钮来控制它可不可以啊? 来个按钮控制它吧,啊。 比如说,来一个input type等于什么呢? b-u-t-t-o-n,是吧? t-t-o-n,啊。 然后的话,这个value成嘛,等于动化,是吧? 然后这个it等于什么呢? b-t-n,是吧? b-t-n,啊。 好,那么,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dollar什么呢? 这个锦号b-t-n,是吧? 然后click的时候,这样做的话吧? click的时候,然后来个什么呢? fungation吧? 好。 好,把它放进来吧? 放进来啊。 好,这样子,是吧? 这样子啊。 好,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 那默认是什么? 没动画的吧? 好,点一下它才有动画,是吧? 点一下什么? 写错了,是吧? 这样子,是吧? 好,这个没问题的啊。 再来看一下啊,好,刷新一下,是吧? 他说点击一下之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有动画啊? 是吧?动画啊,这个太少了,是吧? 给它一个600吧,是吧? 600啊。 好,刷新一下,那么再来看一下,点一下它是不是600的动画啊? 这样子啊。 默认它是一个缓冲运动啊,缓冲运动啊,缓冲运动啊,就是这么简单啊,就是把它设置为什么不同,它是不是就有动画了啊,是吧? 好,想要说我怎么样呢? 我再来一个啊,比如说再来一个宽度,再来一个高度可不可以啊,是吧? 高度比如说再来一个什么呢? 高度啊,高度啊。 高度的话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比如说是,再来一个400,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啊? 好,那么这个时候是同时动吧? 看一下是不是同时动啊? 好,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点这个动画怎么样? 是不是同时动啊? 同时动啊? 同时动的话,那么我想怎么样呢?把它分开动,是吧? 我想分开一下,是吧? 就是先动这个宽度,再动高度啊。 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什么呢? 可以把它什么呢? 做一个啊,这个里面啊,这个里面可以这么做啊,用回调来做啊,回调来做啊,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这个动画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有回调的啊,跟我们刚才那个什么Fade in,Fade out是一样的,是吧? 好,回调的时候我再把它动一下,是吧? 比如说是,好,比如说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呢?整体的什么呢? 整体的先,这个宽度先动了啊。 宽度先动之后,然后再来一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跟的是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是一个这个时间,是吧? 时间啊,好。 时间,然后什么呢? 这个动画形式是这样的啊,然后再是一个回调吧,是吧? 再是一个回调啊。 好,我们可以什么? 直接写回调啊,比如说我直接写个Function,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跟一个匿名函数,是吧? 好,匿名函数啊。 匿名函数里面,然后再怎么样? 再把它的这个什么高度动一下吧,是吧? 还写它,是吧? 然后是多了什么呢? 它,是吧? 然后点BOX,啊。 然后是再来个animate,是吧? 然后这样子,是吧? 好,这个是高度,是吧? 高度。 高度的话,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个400,是不是这样的? 400,啊。 好,这么写啊。 好,这个写完这么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是吧? 好,这个是回调,就是这个运动完之后怎么样? 再做这件事情吧,这件事情啊。 好。 好,再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然后是比如说先点动画,是吧? 先动吧,啊,再这样子,是吧? 好。 动,动,这样子,是吧? 好,那么好,这个运动如果是快了一点,我可以什么? 在后面跟参数吧,比如说跟一个时间,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1000毫秒,是不是这样呢? 跟到这后面,是不是可以啊? 好,再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刷新一下啊。 然后这个是一秒钟过来,在什么? 这个是应该是,默认的应该是400毫秒啊,默认的应该大概是400到500毫秒,这样一个值啊。 好,那么如果这个想,这个也慢一点,想说给它一个1000毫秒,是不是可以啊? 1000毫秒啊。 好。 好,刷新一下,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是吧? 好,那么接着的话,实际上的话,我们在这个样式里面可以设置很多其他的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动完之后,我还想做一个动画,是吧? 或者是在它之后再做个动画,那么可以什么呀? 再嵌套吧,是不是可以,没有没了的嵌套啊? 在这个里面再给一个回掉,是不是可以啊? 回掉啊。 再来一个,比如说再来一个什么呢? 再来一个,比如说我把它透明度改一下,可不可以啊? 透明度啊,比如说这个,再来一个啊,比如说这个Dollar Box啊。 Dollar,然后是,这还是这个Box啊。 我应该一开始把它选了,是吧?选中了,是吧?选中了啊。 这个的话就性能,性能,性能不高,是吧? 它要选三次,是不是这样子啊? 一开始最好把它选中啊。 好,这么写的话,比如说再来一个ELEMATE,是吧? ELEMATE,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呢? 它的什么呢? 呃,透明度,透明度是什么呢? OPACITY,是吧? OPACITY,是吧? 好,OPACITY的话,那么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0,是吧? 变成一个0,是不是可以啊? 好,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好。 好,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比如说先宽度变了啊,再高度变,然后再怎么样? 透明的吧? 透明了,就变成消失了,是吧? 好,看一下它有没有消失啊。 应该是消失的啊。 好,这应该是透明度变成,你应该是它还占这个位置吧? 占这个位置啊,应该还占这个位置。 好。 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动画啊,就是可以无限制的回调吧。 好,现在也是做了两层回调吧? 这一层回调,然后再这一层回调,是吧? 这个写法是不是有一点点乱了,是吧? 点乱了啊。 好。 好,这是关于这个动画啊,这个动画的它的做法。 好,那么的话,动画的它的写法,实际上类似跟我们的CSS是一样的,就是设置这个CSS是不同的地方啊。 好,然后我这里的话,这个比如说这些数字啊,你如果是想加PX的话,那么建议怎么样呢?把它什么?引起来,是不是这样呢? 是吧?如果你不想加单位的话,怎么样?可以直接写数字,就不用引,明白没有? 你写单位,写单位但是不引的话,这个是容易出错的啊。 这么写应该是容易出错的啊。 好。 不写单位,它直接会给你加上单位的啊,加上PX的单位。好,这是关于这个动画啊。好。 那么动画啊,应该不是太麻烦,就是回调有点麻烦,是吧? 然后这的话是按照字典来写,是不是这样子啊? 按照字典的方式来写吧,是吧? 比如说写多个,后面打个童话,再写一个,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写一个啊。 关于这个动画啊。 好,那么动画的话是,看一下啊,动画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加什么呢? 比如说还有一个加等于100,是吧? 加到一样什么呢?就是它是可以什么呢? 就每次加100,啊,这种,这种样子的啊。 好,每次加100,是吧?每次加100,我们呢,再做一下这个吧。 就是可以写成这个数学表达式的形式,是吧? 看一下啊。 好,那么的话我们呢,再给它一个BOX吧。 再一个BOX啊。 比如说再来个BOX12啊。 来个BOX12,把它换个行吧。 好,这个的话,来个BOX12啊,然后它们的样式一样啊,这个BOX,然后这是逗号,点BOX12,是吧? 样式是一样的啊。 样式要,然后我再给个,再给个动画,该给个按钮吧。 给按钮放在这里来啊。 这个BTN2吧,这个BTN2啊。 好,然后把这个BTN2获取到啊,都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这个Dollar什么呢? Dollar,然后是这个 锦号啊,锦号BTN什么呢? 2吧,BTN2啊。 然后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啊。 这个function。 然后是我要控制这个drb,是吧? 这个drb啊。 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啊,我要控制它,控制它。 那么这个是这样子的是吧? 它应该还占位置吧,是吧? 还占位置啊。 没有完全消失啊,就是它变透明了,是吧? 好,这样子啊。 好,这个的话,这样嘛,我要控制它怎么样呢? 用那个表达式的方式啊。 那么就是它click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呢? 这个Dollar什么? Dollar box啊。 Dollar,然后是点box,然后怎么样呢? 它拿一个什么呢? Element,是吧? Element。 Element,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宽度啊,宽度。 宽度的话,宽度啊。 然后它这个值是什么呢? 是这个表达式。 比如说是,呃,加等于一百,是吧? 加等于一百啊。 好,加等于一百。 那么是这个,加等于一百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次加一百吧。 就是在它的基础上每次加一百啊。 每次加一百。 好,看一下啊。 好,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这个效果,是吧? 看这个效果啊。 好,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点一下它,是不是? 就是,哎,我选择了它啊。 或是二啊。 动它了,是吧? 好,点一下它,是不是动一百啊? 好,再点,是不是动一百啊? 这样的,是吧? 再点动一百啊,是这样子的。 好,就每次给它加一百,再动上去,是这样子的,是吧? 好。 好,如果反复点的话。 是不是这样的啊? 就是,还是有那个bug吧,是吧? 比如说,反复点,反复点啊。 松开,是吧? 是不是还是有那个bug啊,是吧? 还是有bug啊。 好,还是有那个bug的话,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加个什么?stop吧,一样的,是吧? 加个stop啊,比如说这里面先拿一个stop啊。 stop。 点吧,这样子啊。 就是这个stop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前面的动画先关掉,然后再做动画,是这个意思的啊。 刚才那个也是这个原理啊,把前面的先关掉,然后再做这个啊。 好,这个时候再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bug,是吧? 好,我反复点,是吧? 还行吧? 还好,还好啊。 没有,刚才那个了啊。 就稍微动一点,是吧? 好,这是关于这个什么animation,是吧? animate啊。 好,这个animate的动画,这个应该不是, 不是,不是太麻烦吧? 不太麻烦,就这个回掉有点麻烦,是吧? 好,那大家可以,呃, 此点再看一下这个啊, 看一下这个是怎么用的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动画。